新的一年 经济工作怎么干 要紧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 试图加力 提值征销 项目都要为了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来安排的推动 全面加强金融监管 坚定信心 推动高质量发展 抓落实优分为简单题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强化政策共济 推动经济实现 这的有效提升和量级合理增长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今天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全面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 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 为做好今年经济工作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会议强调 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 突出重点 把握关键 扎实做好经济工作 那么 针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强调的重点工作 各领域相关单位 将要如何落实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2024年要坚持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先例后破 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会议强调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 提制增效 那么 针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财政政策 2024年的财政预算如何编制 怎样将预算资金合理分配 加强管理呢 预算编制在具体措施方面 要紧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 适度加力 比如说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 用好蒸发国债 地方政府一般债 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工具 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 适度增加财政支出规模 另外一个在提制增效方面 我们把加强财政的科学管理 作为民意人的一个在财政管理方面 重点突破的方向 怎么样 比如说全面推进这个绩效管理 比如说我们要坚持政府过几日不动摇 比如说我们加强预算的评审呢 还有一个是加强资数标准体系的建设 还有就是加强对财政资金 使用和管理的监督 我们把每一分钱 它的运行轨迹也要监控好 确保它到达我们期望到达的地点 发挥出好的效应 税收作为财政政策实施的重要工具之一 2023年 多项税费优惠政策延续优化 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 稳定市场预期 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 二者关系着高质量发展全局 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 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 今年前十个月 全国新增减税降费 及退税仿费超过1.6万亿元 制造业受益再为明显 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部署了明年经济工作 我们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的要求 本来要聚焦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的发展 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增强政策的精准性和中等性 强化政策攻击 推动经济实现制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为了对经济发展 起到最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财政政策 还需要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形成合力 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 提至增效 稳健货币政策 则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 科学区分把握 影响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 短期和中长期因素 合理把握债券和信贷 两个最大融资市场的关系 支持金融机构 积极挖掘信贷需求和项目储备 优化资金供给结构 切实做到有增有减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和新旧动能转换 紧扣重大战略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服务好高质量发展 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从以科技创新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 九个方面 部署了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 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列为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相关部门表示 将在发挥好政府投资的 带动放大效应 加快推进重点领域项目建设 等方面发力 首先我们就是要科学 合理地找准投资方向 政府投资方向 要围绕着像强国战略 民族复兴的一些重大的目标 一些重大的工程和重大项目 来开展 那么也要贯彻落实 像区域发展战略 新型城镇化战略 相对振兴战略 也包括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及科教新国战略等等 来谋划我们明年的投资方向 十字架国家纲要明确的 一百年二项重大工程 还会加大力度 加大速度 投资上搞准了之后 那项目的决策 项目的实施 项目的运行 都要为了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这么一个决策部署来安排来推动 在涉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等 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中 生态文明建设 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是国家重点投入的方向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和绿色低碳发展 也是会议关注的重点 一是要持续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 打好几个重大标志性战役 实施一批系统性工程 推进一系列绿色民生项目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避水净土保卫战 推动污染防治 在重点区域 重点领域 关键指标上实现新的突破 二是 强化政策协同 部门协同 区域协同 积极稳妥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 三是 深挖财税政策潜能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双向发力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四是 加强财政资金监管 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精准性 有效性 近年来 全面深化改革 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 系统性重塑 整体性重构 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也是2024年的重要工作之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 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 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增强核心功能 提高核心竞争力 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在市场准入 要素获取 公平执法 权益保护等方面 落实一批举措等 对促进我国民经济发展壮大 做出进一步的部署 为民经济工作指明方向 一是抓落实 从制度和法律上 把对民企平等要求的落实下来 切实推动从市场准入 要素获取 公平执法 权益保护等方面 落实一批举措 二是优分为 从政策和环境上 营造 支持 鼓励 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三是简单题 从个体和整理上 推动 协调 解决 治愈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 形成解决一类问题 助力一批企业 受益一批行业系统效果 以扎实的工作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开放 回望2023这一年 尽管面对诸多困难与挑战 中国扩大开放的脚步没有停止 这一年 中国加快形成推动高水平开放的 展会矩阵 实施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措施 与世界共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和红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传递出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烈信号 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 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以开放输发展之困 以开放会合作之力 以开放具创新之势 以开放谋共享之福 为世界提供人员不断的中国机遇 在引进来方面 我们将制定出台 更多务实管用的政策举措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抓紧落实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 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持续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 着力营造市场化 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推动利用各类外债资金 支持先进制造 高新技术 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发展 在走秩序方面 我们将进一步提升 境外投资质量和水平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 推动落实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 深入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国际产能与投资合作 第三方市场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让合作成果 更好地汇集各国人民 伴随着我国持续推进 高水平开放 经济主体在贸易投资中 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 和国际收复的需求 也在上升 那么针对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要求 下一步又将如何 稳慎扎实地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呢 首先呢 是要进一步的完善 人民币的相关政策制度的安排 聚焦贸易投资便利化 让人民币呢 更好用 第二呢 是要推动 金融市场的 高水平的双向开放 让人民币的持有者 有投资渠道 有流动性管理 风险管理的渠道 第三呢 是要支持 离岸市场稳步发展 因为离岸市场的发展 是货币国际化的 一个重要的标志 要推动香港 作为离岸人民币市场中枢的 这样一个地位 同时呢 推动其他的离岸人民币市场 稳步发展 最后呢 要加强对人民币跨境业务的监管 助劳防波低 保障人民币国际化 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呢 稳步推进 在对外稳慎扎实地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 也要保证 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安全 本次会议强调 要持续有效防范化解 重点领域风险 要统筹化解 房地产 地方债务 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 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坚决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我们将全面加强金融监管 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 全部纳入监管 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 进一步发挥好压力测试的作用 完善金融风险监测 评估与防控体系 对新增高风险金融机构 建立具有硬约束的早期纠正制度 实现早识别 早预久 早暴露 早处置 健全全责一致 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 发挥好存款保险专业化 常态化风险处置智能 强化金融稳定 保障体系建设 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大道治检 实干为要 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 把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好 关键在行动 关键靠实干 团结就是力量 信心赛果黄金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 强于不利因素 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 没有改变 只要坚定信心 开拓奋进 相信定能以新气象新作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成效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的访谈》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遥